字幕君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我這個同樣的問題呢?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都會好像泡一整晚水一樣 口腫臉腫是甚麼都腫的 如果想有效地極速秀面 又有甚麼方法呢? 就可以做一下大家耳熟能長的RF Treatment 但是我都說過 既然每天都是這樣腫法 就不可能在每天早上班之前 走去美容院做一次RF Treatment 而且是要付錢的 所以比較方便和省錢的方法 就可以自己用一些家用式的RF射屏機幫忙 秀面的射屏機 市面上有很多款選擇 我自己選擇的時候 會看兩樣東西 第一要選擇大廠 大牌子的 要有口碑有保養的 第二要選擇多功能的 除了秀面之外 最好有導入導出 或者其他功能之類 因為就算是單一 秀面功能的機 都要幾千元一部 甚至乎更貴 如果都是要給同類的價錢 那為何不選擇一款多功能呢? 感覺上好像更好 例如手上這部 YAMEN RF射屏再生美顏機升級版 就有五個模式 集多功能於一身 包括有RF射屏配合震動去做離子導出和導入 可以深層清潔和滋潤皮膚 還有RF射屏配合EMS電流的秀面功能 還有RF射屏配合631mm LED紅光提升膠原再生能力的功能 最後還有一個可以緊緻毛孔的冷凍模式 用法其實都很簡單 說明書裡面其實都已經會有清楚列明 每一個模式的功效 要用的時間和可以配合什麼產品去用 至於拿著部機動動的時候的方式 說明書裡面也有很清楚列明各種步驟 究竟是怎樣做的 早上起床趕時間 臉有水腫想快點秀面的時候 我只會用RF射屏配合EMS電流的秀面模式 這個模式必須要用水或Lotion作為傳導 才能發揮EMS的功效 然後只需要跟說明書裡面的圖示方向 慢慢拖動這個射屏機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用爽膚水抹走面上的面霜 然後我就會開始這個緊緻毛孔的冷凍模式 這個模式的用法比較簡單 只需要在毛孔比較粗大的地方 印幾印就搞定了 如果夏天你的T Zone 或者下巴面珠燈等等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還可以用這個冷凍模式按壓一下這些位置 你會見到出油的情況還會沒有這麼明顯 至於回到家有時間保養皮膚的時候 我就會用其餘的模式 首先會做一個深層清潔的導出模式 只需要把爽膚水倒進化妝棉裡 再套進探頭 然後就可以跟說明書的公仔方向拖動那個射屏機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保濕的導入模式 然後輪到RF射屏配合631nm LED紅光提升膠原再生能力的模式 除了眼睛的部分 是離遠一點點不觸碰皮膚 以及要躲上眼睛之外 面上的其他位置都可以直接觸碰皮膚 只要雙眼不要直接看上去紅光度就可以了 我撐完妹妹的時候 臉就腫到豬頭 當時頭半年我都是用這部亞文肌去做瘦面 效果其實都有沒有共度的 但那一部就是舊版 那現在就已經是出了新版了 新版的效果當然就是更加強勁 那在舊版的時候 其實我都聽過有些用家說 覺得這部機器就不夠熱的 因為有些機器就去到很高溫的 那就覺得用下去的時候 那個感覺不夠強烈了 就會覺得會不會那個效果是沒有那麼理想呢 其實RF的原理就是一種肉眼看不到的光頻 是透過射入你的底層皮膚去做加熱和軟化 令到你的底層皮膚的膠原蛋白增生 然後就可以令到你的底層更加緊緻 有承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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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服的微溫 但其實在心層裡面 已經做得到更加深層 更加持久 更加快 更加有效的導入效果 它的美容院做治療 當然有它的好處 我經常都說 美容院不會天天去 一來是要夠的 二來會怕被售 三来,家里的保养是什么时候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这一类的多用途 家用机康门口都蛮好的 因为你喜欢用什么模式也可以 你喜欢一次过用几个模式 或者只是用单一个模式也可以 看着电视做也可以 换你很多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是比较上flexible 而且方便一点又省钱一点